201号房的 是是是 好 201 一通电话 10秒钟准备时间 饭店维修师傅 背上自己的作战包 拿上工具 立刻就要上楼查看 最小到修灯泡 最大到修水电 统统都是他 一人处理 大概就是 整栋大楼 洋水的 净水洋水棒 没办法打上去 那时候比较紧急 大概也要一个小时 这样的饭店公务人员 月薪大约3到4万 迎接旅游旺季 旅馆开高薪找人才 其他开出的职缺 基层员工部分 还有房屋人员 趴车人员 柜台小姐 起薪最高 有可能达到4万5 喜瑞饭店祭出高薪抢人 大仓酒盒 也已经找来30名实习生 另外金华酒店集团 还要再找500人 冰廊集团也要找700人 今年来讲的话 饭店依然是看好的状况 其实从去年开始来讲的话 其实饭店业几乎都是成长 每年都是成长20%到30%左右 它如果说会 第二语言 比如说像英文 日文或韩文 它会第三种语言来讲的话 那当然是更好的 全台湾今年旅游人次上看 900万人饭店业各出奇州 就是要把人才留住 迎接观光财 三连线 零松必定下调不到